人工受精的怀孕率 一次大概15-20%左右 其实是算不高的 整体来说你还是会发现 大部分做人工受精的人 还是没有怀孕居多 就是一般的食管婴儿一代二代的话 38岁以前 怀孕率大概有 5成到6成 其实是非常好的 其实一代二代三代的名字就是指 通常食管婴儿会不成功 有八成的机会是会培胎还不正常 地中台饮食 对女生的健康 其实都是有一些帮助的 那再来就是运动 运动其实是可以提高 食管婴儿的怀孕率的 大家都想圆一个生殖梦 但其实台湾10-15%的夫妻 有不孕问题 许多女性求诊后才发现 原来自己有子宫内膜异胃 卵巢早衰等问题 就连已故导演明金城 也为了求职花费百万 而今日47岁的林志玲 宣布家里新增一名新成员 也让高临怀孕生产 意外成为讨论的焦点 然而在服孕症治疗中 人工受孕及试管婴儿 两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现在就跟健康聊天室 一起来了解 我是医院妇产科诊所 生殖科的主治医师 我是红紫瑜医师 现在因为有就是政府政策有试管婴儿的补助之后 其实大家会直接选择怀孕率很高的方式 就是用试管婴儿 所以其实人工受精的比率已经就是很少 它需要配合月经的周期 在月经刚来的时候是打牌卵针 大概10天到12天左右 那等绿泡够大了就打破卵针 然后再把先生的精虫袭击之后 放到子宫墙里面去 然后两个礼拜之后左右 就是可以验孕知道有没有怀孕 人工受精的怀孕率其实一次 大概15到20%左右 对其实是算不高的 如果你做两次做三次 那或许成功几率可以提高一些 对那但是整体来说 你还是会发现 大部分做人工受精的人 还是没有怀孕居多 因为你毕竟还是 5个里面只有一个会怀而已 费用比较相对来说 就是一个月这样子 整个疗程的费用大概是落在3万左右 跟试管婴儿相比 原来还没有补助之前 当然就是很大的差距 因为试管婴儿可能要15到20万左右 那所以大部分人都会想说 那就先试人工试个几次 还是不能怀孕再试试管 这样 我建议就是 其实人工受精的适合族群 大约就是轻微的男性补育 或是排卵不太正常 需要靠排卵药物来 刺激绿炮生长的这两个族群 试管婴儿跟人工受精其实有点类似 就是都是配合月经周期 在刚开始月经来的第二天 第三天开始打诊 那打10到12天之后 等绿炮够大了 我们会做一个手术 把卵都取出来 所以其实两个的差距 只有一个有取卵一个没有取卵 那剩下的话就是 其实是会把取出来的卵做体外受精 那培养成胚胎 再放到病人的子宫里面去 两个礼拜左右取卵 那取卵之后的3到5天把胚胎植入 所以一般会抓可能需要3个礼拜的疗程 受孕几率大概是多高 至少38岁以前如果都没有做任何像是胚胎切片这种疗程 就是一般的试管婴儿一代二代的话 38岁以前怀孕率大概有5成到6成 其实是非常好的 因为你放进去以后就有5成到6成的怀孕率 跟你人工受精15到20%一停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流产率跟自然怀孕是差不多的 如果没有做胚胎切片的话 它的流产率其实跟自然怀孕大概有两成左右 做试管婴儿的流产率 但你如果有做胚胎切片的话 其实流产率就下降一半以上 可能5%到10%而已 通常都是在月经周期刚开始就会打了 那时候绿泡小小的 那我们打针下去绿泡就开始长大 所以通常两个的打的天数 大约就是会在月经第12天14天左右取卵 或是把精虫放进去这样子 试管婴儿可能要打10到15帧左右 人工受精就少一半啦 所以你通常5到8帧左右就结束了 就可以把精虫放进去 所以试管婴儿几乎每天都要打 对几乎每天要打 当然现在有一些就是长效型的排卵针 你就少掉了5针 所以就是不用到每天打针 其实一代二代三代的名字 第一代就是指单纯的试管婴儿 就是卵取出来之后体外自然受精 就是把精虫放到卵的周围让它自己钻进去 那第二代就是我强迫它受精 一颗卵子配一只精虫直接打进去 那第三代就是有做胚胎切片 做胚胎筛选的 就是我先把这些培养长到第5天的胚胎 我去检查它是不是正常的胚胎 那是正常的 那再把它放到母亲的子宫里面去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三代就是多了那个切片的动作 其实这个通常是说 做第二代的通常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男性抚韵 就是精虫非常的少 或是精虫完全不动等等的 或是活动力很明显的下降 或是真的形态 精虫的形态长得太丑了 所以它没有办法自己钻到卵子里面去 那我们就是用今天式的技术直接把它打进去 那第三代的话就是 是一个胚胎挑选的动作 那就是比较适合高龄的妇女 38到40岁以上的患者 它很容易胚胎的染色体是不对的 所以它试管隐喉就不会成功 那所以如果先挑选的话 那怀孕率就会上升满多的 还是有可能 对还是有可能会遇到 这样子比较辛苦的个案 通常我们其实这个试管隐喉会不成功 大体上来说 有八成的机会是因为胚胎它不正常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怀孕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其他的原因也有可能导致 比方说像是内膜异胃啊 或是真的是有免疫的问题啊 或是真的 痰痰痰胚胎的品质不佳等等的因素 所以其实是有各式各样的因素 需要去理清的啦 试管隐喉癌疗程有一些地方是可以调整的 那所以藉由这些地方 我们把它调整之后 还是可以继续尝试嘛 就是我遇过一个 它大概是尝试三年 自己尝试三年都没有办法自然受孕的 去做第一代的试管 然后才发现 金虫看起来也好好的啊 就两个人做所有的不孕症的检查 都说正常啊 然后去做第一代试管之后才发现 诶 怎么受精率这么差 根本就不会受精 那后来我们就做第二代试管 然后也有帮它调整一些就是 增加钙离子 让它卵子比较容易受精的一些化学药物 那后来就是植物质会的确是成功怀孕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说 抱到宝宝的才是真实的啦 对所以其实那个期望是很高的 我不是只是看我有怀孕而已 我不是只是看抄一波照 有胚胎在哪里 他们希望的是可以顺缠 是一路是OK 证明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抱在手上 因为这其实是夫妻双方都有可能 其中一方有问题 这是一条就是大家都要一起作战的路 那太太虽然是自己挨症 但是他也很需要现身的支持 所以其实这一定都是双方 一起来跟医生讨论 然后一起知道后续 要会进行什么疗程啊等等 像地中海饮食 对就是女生的健康 其实都是有一些帮助的 那再来就是运动 其实是可以提高 四管婴儿的怀孕率的 那他可能就是比较建议是有氧运动 会有点喘的那种 可能一个礼拜要有三次啊 然后每次三十分钟 这样就是 骑脚踏车啊 快慢跑啊 或者是登山啊等等 跌行啊 这一类轻度的有氧运动就可以了 对就是会提高四管婴儿的怀孕率 那再来就是作息可能会建议就是 尽量不要有那种日夜颠倒的 很严重影响到女神荷尔蒙的状况这样子 喜欢我们的健康聊天室吗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加开启小铃铛 掌握最新的健康资讯哦